坦承沒經驗 台北市長柯文哲的戰略又猶豫了 因為疏敵的颱風降下豪雨 連帶造成治來水 佐渡上升 引發民怨 但是誰該負責 中央和地方完全沒有交集 柯文哲不滿中央 但是颱風過了三天 水還是不乾淨 中央痛批北水處要檢討 發現原水濁度過高 該停就要停水 中央拿過去經驗 打臉北市府 但不停水有什麼考量 北水處坦言 從沒遇過濁度這麼高的情況 但是要馬上停水 沒那麼簡單 要完全關閉淨水口 至少四個半小時 拖到下午兩點才關閉 但是張水已經送到民眾家裡 市長又擔心民眾沒水用 所以沒有馬上關水 柯文哲面臨兩難 坦承該檢討 但是沒經驗 又把問題丟回給中央 引爆口水戰 中央和地方各個有立場 但是想法說法都不容 這個落差損失的 卻是民眾的權益 記者綜合報導 明主遇 每次被送到 向天賓 庭 看